大家好 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3月25日狂轰150分战胜来访的溜玛 取得三连胜 对呼人来说堪称九汉冯甘霖 毕竟他们上一次三连胜还得追溯到全明星之前了 更重要的是 这场胜利帮助他们进一步拉开了和第十名的距离 能不能冲上前八暂且不提 起码先把第九的位置稳住 这场比赛 Spencer Dunwiddie可以说大放一彩 丁丁代替生病的Delo 打手发空位 在35分钟内交出26分5助攻两封盖的数据 统治攻防两端 效率还是极高的11中8 丁丁的优异表现可以说给呼人全队都定了定心 如果能保持进攻端的稳定性 他甚至可以能算是呼人在后场的最优解 因为自加盟呼人以来 他的组织和防守任务都完成得可圈可点 但很多人可能都忘了 早在1月中旬 丁丁还在篮网打球 刚传出交易风声时 他的命中率一度是联盟所有足够登场时间的球员中最低的 甚至直至今日 他的命中率仍不到四成 三分命中率三成出头 53.5%的真实命中率也是联盟垫底级别 和雷霆的Giddy 精快的Reggie Jackson等人在伯仲之间 除了右翼场两分和左右两个底角之外 丁丁其余所有赛场区域的命中率 也还是都低于联盟的平均值 算得上联盟最出名的打铁匠之一 然而 从赛场表现来看 他却和几乎胡人全员都非常适配 除了对溜马一战的精彩发挥之外 很多数据也都能说明这一点 那么 丁丁个人数据超烂 球场效果却超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值得胡人给予更多的信任吗 今天 让我们聊聊有机会成为胡人后卫线答案的丁丁 其实 丁丁自加盟胡人以来 效率和产量都不算特别出色 如果不算对溜马这场爆发的比赛 他在胡人总计出战16场比赛 只有三场得分上双 场均在23.3分钟的出战时间内 仅能得到5.0分2.7助攻 命中率和三分命中率都是糟糕的35.6% 甚至还包括三场零分 这样的表现很难说配得上NBA球员的级别 因此 也有不少球迷认为 他是足以和昔日的none相提并论的心水诈骗犯 但实际上 丁丁在防守端的贡献一直非常稳定 比如2月15日对爵士一战 爵士的王牌第六人Clarkson 在面对丁丁时位手位脚 要么选择不敢打而传球 要么选择单打丁丁 但最终打铁 再比如3月5日对雷霆一战 雷霆大当家MVP的有力竞争者SGA 在丁丁的防守下连续吃鳖 看这个球 雷霆清空一侧给SGA单挑 SGA来到中距离甜点位 却被丁丁无情送上火锅 再看这个球 同样是单打丁丁 这次SGA来到离篮筐更近的距离 但仍然在丁丁的干扰下打铁了 只看数据 丁丁两分两篮板三助攻并不算特别的出色 但这场胡人仅赢了12分的比赛 他的正负值却能累积到了正的35 足以说明他的场上作用 丁丁来到胡人之后 虽然定位只是替补 但只要有首发机会 他基本都能把握 3月8日对公路一战 LeBron因为脚踝扭伤缺阵 神奇的Ham摆出了D-6加Reeves 加丁丁的三后卫首发阵容 丁丁33分钟49秒的出战时间并不算低 但他打得极为克制 全场只出手了三次而已 这个出手术甚至还不如替补的Prince和Radish 但最后时刻 偏偏又是他立下了大功 最后5.9秒 公路落后一分当握有球权 开出边线球后 LeBron想要单打丁丁 运至罚球线内一步跳起枪头 却被丁丁送上了火锅 公路的绝杀幻想就此破灭 如果说LeBron素以绝杀看表闻名 招牌的Dain Time能称作代表时刻 那么丁丁这剂给LeBron的封盖 就完全能称为摘表时刻 其实丁丁此一共有两剂封盖 之前的那剂火锅同样送给了LeBron 而且还是一次 LeBron和字母哥挡拆后 从身后送上的封盖非常提振士气 而丁丁胡人生涯第二场首发 就是3月25日对振溜马了 这一场胡人同样有主力缺振 只是这一次不是LeBron 而是生病的Dilo 丁丁这一场的出色表现 影片前面就已经提到过了 要知道他上一次单场得到20加 还得追溯到遥远的1月6日 那时的他还在拦网 首阶他就四投三中得到10分 一助攻一封盖 并连续三次杀篮下得手 其中还包括一记灌篮 第三阶他又打开了三分账户 连续在右侧45度位置 和左侧底角命中三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季助攻者都是LeBron 第一球 甚至是一个从左侧底角 到右翼的大范围传球 之前的影片中曾提过 LeBron大范围转移球 找三分射手的能力 是历史顶尖 就是这个意思 到末节 丁丁则又一次送上了灌篮 防守端 丁丁也是不遗余力 首节 他就曾封盖Haley Burton的补篮 次节 他又一次给Haley Magic 送上了火锅 他这场合计两封盖一抄截 继续在防守端拉满了影响力 继SGA Lillard之后 又锁住了Haley Burton这位精英级后卫 丁丁能打出优异表现 好像胡人全队都很兴奋 LeBron就在赛后谈到 这一晚丁丁的侵略性很强 对于比赛胜利功不可没 十分关键 AD则百般夸奖丁丁 表示他这场比赛的发挥 是全队都在赛季剩余的比赛里 更需要的 Reeves也加入了吹捧丁丁的大军 他直言 丁丁这个夜晚的表现十分亮眼 对此 丁丁本人倒是看得很开 当谈到自己这场比赛 很好地弥补了D-Low的空缺时 他表示 我在联盟打了十年了 我是二轮秀出身 从球队的一号到十五号选择都担任过 既当过球队的主攻手 也当过替补席的拉拉队饮水机 所以D-Low确证 需要我多打 我就挺身而出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早在3月23日 也就是丁丁爆发的两天之前 胡人队记Dan Walk 还曾报道称丁丁不满自己在球队的战术地位和出战时间 并在抱怨自己的处境 但随后 LeBron AD D-Low等人力挺丁丁 后者则连战七六人溜马表现出色 用实际行动打散了质疑 和胡人队内所谓内讧的传闻 内讧也好 爆发也罢 究竟怎样的丁丁才是真实的丁丁 才是胡人需要的丁丁呢 通过上述复盘 丁丁的防守似乎成为了一大亮点 平心而论 丁丁的防守在过往的生涯中并不算过于突出 但他加盟胡人后的防守表现 居然比Reeves D-Low等人好了一大截 一方面 他的尺寸更足 196公分的身高 204公分的臂展 和97公斤的体重 让他对位很多后卫球员时身形不算吃亏 甚至能大一号 另一方面 他的速度不算太慢 配合后场球员中较高的身材 让他在单防层面算是优秀级别了 正因如此 他才能让同样196公分身高 但更瘦的Helie Burton非常难受 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在D-Low或Reeves身上见到 他过往的问题是 犯规控制情况不太好 生涯场均犯规数为2.3 换算成每36分钟更是接近3 就比如2月23日赴勇士一战 丁丁在不到18分钟的出战时间内 限制Curry效果较出色 因此很多球迷指责Helie不够给他机会 但事实是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5次犯规 就算再给他时间 大概率也是在不久之后就被罚下了 这就造成了他单防算是优秀 但协防糟糕 防守评价就因此被拉低了 到了胡人情况就不一样了 一方面胡人拥有联盟优质的协防人AD 另一方面和丁丁比较的对象是Reeves Dillo等人 那对比之下就显得丁丁格外出色了 出色之外 丁丁还解决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持球手问题 本季Highlight我已经做过了不止一期介绍胡人的影片 有一个问题被频繁地谈到 LeBron下场后 胡人缺少副持球手 这同时也是Dillo不可或缺的原因 但丁丁的到来 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 LeBron自己都说过 丁丁的角色可以是持球手 是一位制造投篮机会的球员 他的组织能力能对球队大有帮助 那么为什么有防守有组织的丁丁 转会这胡人初期的实际表现 却颇为挣扎呢 一方面确实是丁丁自己的问题 如前面所说 他本赛季确实是打铁生振天想 另一方面则是Ham的问题了 他对丁丁的使用很值得商榷 丁丁在联盟中打拼多年 见识过太多东西了 自视并不低 给他首发位置他就不会摆烂 但如果只让他蹲底脚 做纯粹的射手 眼睁睁看着Reeves进行不合理的支配球 他难免心生不满 长军四五分也就很正常了 如果用丁丁手发将Reeves放到替补 其实能解决胡人的很多问题 比如老生常谈的 手发后卫线的防守问题 比如Reeves持球能力不足的问题 而且让Reeves打第六人 直面对方防守压迫力较小的阵容 他打出的赛场表现将毫无疑问有所提升 这对Reeves本人和胡人来说 也都是好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 知名胡人博主Trevor Lane 曾在24日赛出胡人三大后卫两两组合 且无第三人在场的效率值情况 其中 D-Low加Reeves的效率为-的1.7 Reeves加丁丁的效率则为正的7.9 但D-Low和丁丁的效率却高达正的20.3 Lane也因此表示 似乎不该让D-Low和Reeves一起出场 除此之外 丁丁和AD这对双人组 共合作了近300分钟 每百回合的净效率为正的6.6 丁丁和AD Le Brown Reeves和巴村的5人组 共合作了60分钟 每百回合的净效率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正的22.4 因此 影片一开头提到 丁丁和几乎胡人全员都很适配 并非空穴来风 那么 Ham教练需要在接下来的日子 将丁丁放入首发吗 其实答案是 最好不要 虽然丁丁首发有很多好处 但如今毕竟已经三月底了 赛程临近季后赛 出于球队稳定性的考虑 首发其实没必要再次变动了 Ham如果想重用丁丁 完全可以在其他时刻 让丁丁扮演更多的戏份 比如让他换下D-Low 打闲阶段的主控 让Reeves安心终结 再比如如果决胜阶段 D-Low或Reeves状态不好 丁丁同样可以替代其中之一 成为决胜时刻的5人组之一 很多球迷可能会疑问了 为什么上半赛季 在篮网人见人打的丁丁 来到胡人后 在被充分信任的情况下 堪称脱胎换骨呢 这其中 他个人的战意显然颇为关键 早在之前介绍篮网情况的影片中 就曾提过 丁丁在篮网 纯属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摆烂的架势非常明显 这不仅因为他和球队的续约合同 始终没有下文 更因为他在篮网担任第二 甚至第一持球人 需要做的事很多 难免自顾不暇 但在胡人 他是第五第六进攻点 很多时候不需要他进行爆炸输出 只需要做好防守和传导球就可以了 这对他来说并不算难 最后一个问题是 假设丁丁真的受到了Ham的重用 在后卫线防守明显提升的情况下 胡人如果成功闯入季后赛 并对上诸如金块这样的强敌 是否能让Murray打得更难受呢 答案是 至少丁丁不会像Reeves和DeeLo那样 被Murray点名挑着打 最起码丁丁能做到不失位 并给予对抗 但Murray这样的球员 以大场面爆发和进神仙球 高难度球而闻名 很难完全被限制 回看2020年季后赛 防守能力强如Carruzzo和Danny Green 对付Murray都不算轻松 我能想到的制裁Murray的最佳队位人 是2020年那个打一号位的LeBron 但如我们所知 青春一去不复回咯 这也说明了一点 理智的球迷不该对丁丁提出 更过分的要求 毕竟他在被买断后 和胡人签下的只是一份 150万美元的合同 能打出如今的表现 可以算是性价比超高了 胡人上下更应该想想 为什么这个家伙签下了 三年3300万的合同 还拿到了集中赛冠军的 50万奖金 却只打了五场比赛 就开始欣赏美丽风景 Walking with God 与上帝同行 韦�는俄 trois Dans имя 你的代物 说 goodies references